介绍几款烂大街的手表 看看你有没有买过 一二乌干表 各种杂牌 以假雷达表居多 也不知怎么的 突然间就活起来了 主要雷达表从始至终 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款式 主打无中生有 颜色也不多 只有玫瑰金的 金色的 还有本色的 买的时候 宣传是远不磨损掉色 因为一摔它就稀巴烂了 换一个换一个 都是新的 一直换一直换 就是个无底洞 配件呢 三我还剩这么一大堆 现在白送的也没人要 二 阿拉尼 满天星啊 几乎没有女孩子 能滴答得住 布林布林的东西 精致的满撞设计 奢华珠呢 又带着紧约 这款满天星啊 简直就是小姐姐们的最爱 当年啊 我要不是那么空门 现在也不可能 这么早就结婚了 三 DW可以算得上 是初代网红表的代表 这个红白蓝的配色 以及这个表盘 你一定见过它 它还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丹尼 惠林顿 撬开后盖啊 都是写的made in China 具有啊 北约极简的设计风格啊 加上品牌呢 特会讲故事 营销策略的做得好 短短几年啊 就火遍了大街小巷 不过很快被安尼玛赶超了 是啊 卡西欧 只要地球还在转 卡西欧就不放假 不管你是身价几百块的 还是身价三千块的 在这个高中普及程度啊 基本上呢 都是人手一块黑金 配色多样又百搭 而且呢 它稳定性特别好 特别的耐用 质量好 你和它一起跳楼啊 它表没事 你可就不一定了 5 天梭千元价位的机械表 该怎么选呢 98%的人都会选择天梭利洛克 5000左右呢 就能入手威士机械万表 二手的行情呢 只要1000多 郑重了大部分 直上小白的心理预算 所以呢 它活跃在了各大城市的 公交地铁 以及协制楼 记得关注再走哦